赞,赞 ,赞 。 赞 赞 。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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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嘞,大家好,这里是《妙非食物》,我是飞哥。 今天用车螺和芥菜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你们应该会想到车螺和芥菜能做什么菜? 好了,我们现在呢先把车螺 瘦肉还有芥菜分别给它清洗干净 今天应该是拿错了 这个不是芥菜 这个好像是小白菜 小白菜也是可以用的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有点不一样 选菜的时候最好是能够选这种 它破破烂烂 像这种就是有虫吃 有虫吃就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没有打农药 如果打农药的话 这些菜会很干净 一个破冻都没有 像那种菜的话就很有风险 它就不是有机菜 而且它刚分完农药 很危险 有可能会食物中毒 好了我们现在把它清洗干净 我们先把侧罗的外壳给它冲洗干净 这个前腿肉就给它冲洗干净 这个小白菜也把它冲洗干净 要查看一下这个缝 这有没有泥沙 像这种有泥沙的 一定要清洗干净 第一步 我们先把前腿肉改刀成小块 把它放到一个搅拌机里 加入一小块姜 把小白菜也放进去 再加入一点米酒 可以去腥增香 盐 糖 鸡精 来一点生抽 好油肥的 生粉两勺 大概10克左右 把它盖住 用搅拌机 把它搅碎 打入一个鸡蛋 继续搅拌 搅拌好了 把它拿出来 把手洗干净 朝一个方向 不停的搅拌 小白菜打了之后出太多水了 再放点生粉 再放10克左右 继续朝一个方向搅拌 要多搅打一会 要把它打上劲 像现在就挤进了 这样现在就可以了 全部开完就可以拿出来了 把针车楼里面的汁水 把它倒到一个小碗里面去备用 这个汁水一会是要用到的 先把它分成两半 把它剪开 然后内侧 再拍上一层生粉 接着再把油馅酿进去 锅里面烧水 放上一层增加 水开了以后 放上一块碟片 测螺上锅蒸 盖上盖 蒸10分钟 好了 蒸了10分钟 已经熟了 像这个馅是非常弹熟的 就像丸子一样 非常弹熟 这样就很好吃了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剩下这个车楼的汤汁 我们打一个芡 底下盛底的就不要 底下盛底的是沙子 加用一点食用盐 一点胡椒粉 胡椒粉可以去腥增香 水开了以后 转最小的火打芡 不要开大火打芡 这边打不好芡的 打个玻璃芡就可以了 不用太厚 这样就可以了 上面加上一点食用油 增加亮度 好了 这道车楼酿就做完了 荤素搭配 营养美味 这道菜能够解决好多的问题 比如小孩子不爱吃蔬菜 缺少维生素等 这道菜其实很有营养的 小孩子不吃蔬菜 不爱吃蔬菜 这道菜就非常的合适 它是非常鲜甜 而且很有弹性的 给大家看一下 弹性十足 用筷子压进去 弹性非常的好 这种肉椒 小孩子是非常喜欢吃的 别说小孩子 你们也喜欢啊 我给大家尝一下 贴的很紧 不用怕它脱落了 弹性很好 有蔬菜的清香 特别鲜甜 这道菜应该用勺子来吃 吃方便一点 因为我里面放了生粉 但是沾得很紧 看 底下有一大块的螺肉 吃起来特别的鲜 好了 这些呢就留给小孩子 回来吃 小孩子应该很喜欢吃的 这道菜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肉一定要打上胶 上劲 大家有弹性 才弹牙才好吃 它加一点蔬菜 兴趣 带有蔬菜的清香味 特别舒服 吃起来一点的不腻 如果有做生意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这道菜 绝对有特色 大家做成功了 肯定是大卖特卖 赚大钱 祝各位老板 生意兴隆 财源广见 好了 本期视频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